康美药业的财务造假案成为了今年证券市场中的一大焦点 那这个事情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今年4月30号 康美药业发布2018年年报和2019年一季报 称2018年以前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费用及款项收付方面 存在仗实不符的情况 其中货币资金多寄了299.44亿元 除此之外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也出现重大错误 消息爆出后 康美药业股价连续5个交易月跌停 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随后的5月5号 上交所就对康美药业下发问询喊称 康美药业应当严格区分会计准则理解错误和管理层 有意财务舞弊行为性质的不同 并且要求其在5月14号披露回复 但之后 康美药业连续两次发布公告 表示要延期回复问询 而就在5月17号 证监会则率先通报了康美药业的最新调查进展 初步查明 康美药业披露的2016至2018年财务报告存在重大虚假 包括使用虚假银行存单 部分资金存入关联账户 买卖股票等 一是使用虚假银行存单 虚增存款 二是通过伪造业务凭证进行收入造假 三是部分资金转入关联方账户买卖本公司的股票 近日 我会以对公司的审计机构 郑中珠江会计时事务所 涉携为勤勉敬责 立爱调查